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一段时期之一 我试图通过演绎的手法 生动形象地还原这段历史 每一讲都相对独立 从任何一讲看都能看懂这一讲 虽然独立但又和之前的有关联 联在一起就形成了完整的大故事 本讲是第96讲 讲的是过为建立后洲的故事 关注我带你一起轻松梳理五代十国这段混乱的历史 后汉前有三年年底公元951年 郭威料理了刘成佑的后事就和李太后商议 盈利刘志远的侄子刘云为底 北方的辽国趁后汉内乱起兵南下 后汉北部的郑州行州等地接连向朝廷告急 请求朝廷发兵资源 李太后觉得征伐之事一直都是郭威负责 就右派郭威带大军前往河北抵御辽军 没想到半路上郭威部下将士 直接给郭威来了个黄旗加身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我的演绎 我是杨立辉 郭威大军在禅州临时休整 军事们闯入郭威住处 给郭威来了个黄旗加身 逼迫郭威做皇帝 郭威大惊 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也只能顺从了将士们 他等军事稍微安静对大家说 你等休的喧哗 想要让我还朝 咱们需要约法三章 一 奉汉宗庙 二 攻顺太后 三 不饶百姓 如否则我宁死不回 众将士哪里会有意义 自然应允 郭威见将士们已经同意了自己的要求 就班师回京 并下令沿途禁止骚扰 路上郭威写了一道咒表给李太后 所以后定会继续供奉汉宗庙 善待汉宗庆 侍奉太后 就像母亲一样 太后接到郭威咒书 虽然心中不快 但自己手中无兵 丝毫没有办法 只好任由郭威安排 在京中主寺的王骏 王尹等人 一庭禅州兵变 知道郭威必定难缓 他们就开始为郭威称帝做准备 首先他们派斗争顾前往迎接郭威 然后派郭崇威带骑兵700人前往宋州 明面上说是保卫刘云 刘云这边自从冯道来到徐州 得知自己被立为天子 心中打为高兴 很快收拾完毕 就从徐州出发前往汴梁 这一路上 他们打着天子的初心仪仗 左右之人直接称呼刘云为万岁 这档刘云自得意满 甚至趾高气昂了起来 这一天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来到宋州 住在了宋州府衙之中 第二天一大早 刘云听到门外有人马声 不知道有何变故 急忙频难观察 只见有许多疾病 气势汹汹的 把虎牙围绕起来 为首之人 也是杀气十足 刘云在楼上 结问来人是谁 来人回答道 末将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郭崇威 听闻禅州有变 朝廷特派我前来护驾 刘云说道 既然如此 让军事退下 你上来见我 郭崇威痴疑不动 刘云又让冯道 前去叫他 冯道过去和郭崇威说了几句 郭崇威这才登楼拜见刘云 刘云拉住郭崇威之手 边哭边安慰 郭崇威说道 陈州虽有变动 但国公仍旧效忠汉士 公不必担心 刘云听后稍稍放心 他哪里注意到 郭崇威并没有称臣 也没有称赴他为陛下 刘云还想再说些什么 但郭崇威不等他开口 就已经匆匆的下楼去了 徐州判官董亦 入内拜见刘云说道 郭崇威此次前来 看他言语举止 定有阴谋 陆上有人传言 都说郭威已经称帝 陛下 现在您如果继续前往汴梁 必定凶多吉少 现在陛下还有指挥师张令超护驾 应该立马和他说清厉害 趁夜拿下郭崇威 到了天明 掠夺金银 招募士族 扩大队伍 然后北走进阳 到时候定督进阳 想必郭威现在还追不上咱们 这才是上策 刘云犹豫不决 并没有立马下决心 当夜 郭崇威先发制人 撤返了张令超 尽收张令超之兵 刘云知道消息后 大惊 知道自己已经大势已去 过了几天 郭威给冯道送来书信 信中把兵贬之士 告诉了冯道 并让冯道先行回京 这里就交给郭崇威即可 冯道看完书信 就来向刘云辞行 刘云对冯道说 寡人来此 所依仗的就您啊 您违向三十年 所以我不曾怀疑 现在郭崇威夺了我卫兵 你走了 我怎么办 冯道默然不语 刘云身边人 要杀了冯道 刘云说道 你等不可鲁莽 此事和冯公无关 冯道趁机告辞 直接奔京城而去 郭崇威在宋州 借故杀了董毅等 刘云身边之人 又过了几天 京城传来太后告令 封刘云为向阴公 这就等于 废了刘云继承皇位的资格 刘云听后 面如吐色 郭崇威毫不客气 把刘云囚禁在管舍之中 派兵坚守 寸步不离 京城的王骏等人 得知刘云的问题被解决后 又派深州设施马多前往许州 监控许州基督使刘信 刘信是刘志远的堂弟 原本任四位马军都指挥使 刘志远死后 杨斌等人猜忌刘信 就外放他到许州 后来杨斌被杀 他以为好日子来了 还在自己的府中庆祝了一番 再之后 听说刘成又被杀 心中又开始惶恐起来 现在听说太后立刘云为地 觉得皇位还在刘氏手中 心中又高兴了起来 哪料到等待自己的 竟然是马多前来 他已经知道 蝉舟发生了兵变 那自己肯定又是被猜忌的对象 这一连串的变故 让他明白了 等待他的结局 肯定很惨 干脆自杀了事 马多见刘信自杀 就派人入京复命 郭威这边 他带兵南下 很快来到七里殿 在七里殿 遇到了斗争固等人的迎接队伍 迎接队伍中的每个人 对郭威都是恭敬尤家 郭威下马和迎接队伍相见 一番寒暄后 斗争固取出劝禁文书 文书上已经有了百官的署名 郭威嘴上推辞 但脸上却掩饰不住喜悦 斗争固请郭威入朝 郭威以魏奉告令为由 不肯入京 则是屯兵在搞门村 斗争固当晚又回到京城 把情况顶名太后 太后给了他一道诏书 第二天 斗争固又来到郭威大营 朗生宣读道 书密使兼侍中郭威 以鹦鹉之才兼内外之刃 兼除祸乱人望盖世 现在被军民拥戴朝野推崇 可为兼国总理万机 内外之事通归兼国处分 郭威也不推辞受命兼国 但依旧没有入城 搞门村就成了临时朝廷 没多久过年了 郭威在搞门村过了年 时间来到了前又四年 正月初五 王骏王寅等人来到了搞门村 迎接郭威入都 并按李太后的意思 把汉式的国宝 七处送予了郭威 并传告令 让郭威及皇帝位 郭威受造完毕 接下国宝 就从搞门村来到了大内 他穿上滚龙袍 登上崇元殿 受文武百官朝贺 自逢道 书与归 窦针固等人以下 按班入殿 三户万岁 郭威林朝班照 这个照书有点长 我条重点来总结一下 一 国威自称 是周朝 姬氏后人 所以国号定为大周 史称后周 二 改前右四年 为广顺元年 三 大色天下 四 追风 杨斌 史洪照 王璋等人 以及千年之人 五 减免税负 六 禁止各地 禁献齐货 和与军国无用之物 七 禁止各地 上报祥瑞 八 废除后汉 严刑郡法 恢复到 近天伏元年之前的 行法条文 九 近代帝王林寝 如后唐庄宗 后唐明宗 后晋高祖等 就近 选人充当守灵人 美灵十户 刘志远的守灵人 规模保持不变 此 近汉两朝帝王后人 都享受 王之后裔的待遇 这道造书 看来是经过 郭威深思熟虑的 不仅完成了 开国流程 还解决了当下 急需解决的问题 比如 富岁高 刑法重 等等 算是为后周 开了个好局 至此 后汉正式灭亡 从刘志远 在近阳称帝 到郭威受散 后汉一共 四年而亡 是中国历史上 普遍认可的 正统王朝中 国座最短的一个 没有之一 第二天 郭威临朝 补了许州 宋州 徐州的缺 这三镇 之前的截图史 分别是 自杀的刘信 被杀的史红罩 和囚禁的刘云 现在分别由 何福晋 李鸿义 和王彦超大人 第三天 郭威临朝 为汉太后 上尊号为 昭圣皇太后 迁居西宫 然后 命有师 操办 刘成佑的商事 并为刘成佑 上四号 为引帝 史称 厚瀚引帝 刘成佑的弟弟 刘成群 因病重去世 被封为陈王 这个刘成群 使得好生蹊跷 觉得里面 有一毛的弹幕扣一 觉得纯粹是巧合的 弹幕扣二 无聊的统计就来了 新皇登基 封赏 在所难免 除之前 王骏 范志 黎谷等人 已经安排了职务 令寿王淫 为夜独留守 加同频张氏 郭崇威 为扬州节度史 加剪教太保 曹英 为荆州节度史 加剪教太父 令追封杨斌 为恒龙郡王 史洪照 为郑王 王璋 为狼牙郡王 其他有公之人 也都各有封赏 另外 右寿冯道 为宗书令 兼同频张氏 斗争固 为世忠 书彧 为司空 兼同频张氏 之前滞留荆州 的高行州 封齐王 兼上书令 安审齐 封南阳王 佛彦卿 封淮阳王 并让他们各自 回到藩镇 外镇 西京白文科 衍州慕容 燕超 凤翔赵辉 兜家 中书令 由此 天下 出安 刘氏中心 符合继承皇位 的人选 刘成群 刘信已死 刘斌被忧 只剩下 刘宠一人 大家可别小看 这个刘宠 他可是手握重镇 而且太原 近些年来 好像是龙兴之地 不断有人 从太原发迹 进而登基为地 他得知 过为多乐 大汉的江山 心中自然不服 那刘宠会做出 什么样的举动呢 请大家 点赞订阅 开铃铛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YouTube的朋友们 订阅后 一定要打开 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才能 第一时间 收到更新 点赞越多 动力越大 下一讲 来得越快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请不吝点赞